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日 凌晨 薛志钦在微博上高调是爱前妻高磊心 文字处处暗示他即将与前妻复合 再次合为夫妻 此条微博一出 网友顿时炸开了锅 从早六世起 薛志钦高磊心字样的字条 一直占据时事热搜榜的第一位 看来大家对于神经病薛志钦的人生大事 真的很关注啊 细细想来 这应该是娱乐圈第一对秘密结了离 离了又结 的CP了吧 时事热搜榜老血这脑回路 作为一个吃瓜群众 并不是很懂啊 不过夫妻复合成为一对病人 是件很温暖的事情 俩人放下之前的猜忌 之前的夺门而出 之前的不停争吵 转成为恩爱交加 共度余生的恋爱夫妻 多美好 薛志钦和高磊心有网友 开心的 还是原配的好 也有网友成就好像做梦一样 不过相信薛志钦与高磊心 一定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决定将复合消息公开 不过吃瓜群众肯定对于这个事情还在云里物里 他们是何时结婚 为何离婚 因为什么契机而又重新在一起等等来龙去脉 桃子妹将会在下文中一详解 其前妻姓高磊 磊心 吉林人 1986年9月29日出生 身高174厘米 体重49千克的高磊心 是一个标准的东北美女 现在是一个生活在上海的模特 拍过多个国际品牌的广告 而网上关于高磊心的资料 也大都是与薛志钦有关 高磊心与薛志钦的费 文开始于2009年 但据媒体消息 两人是在2005年左右相识 2009年 薛志钦正面回应过他与高磊心的关系 其实是好朋友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说 对于自己的绯闻 薛志钦显得很淡定 我和高磊心是以前 做广告模特时认识的 是多年的好朋友 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了 2010年 两人曾被网友拍到一起逛一家 一副你浓我浓的模样 网友说 201 两年5月 薛志钦发出一条奶奶逼婚的微博 同时高磊心在微博更新说 人生能有几个八年 和准备婚礼等内容 不过目前这些内容 均已删除 很多网友猜测 两人当时正在准备婚礼 有媒体报道称 两人于当年结婚 然后两个人的婚姻 只维持了三年多 就在2015年9月宣布终结 据传根据两人的离婚协议 不仅房子等资产都归前妻所有 薛志钦还要向着他再支付一千万元 且一年付清 应该说当时两个人离婚 并不是多么和平 以至于后来狗仔们 纷纷爆出是由于女方出轨 才导致的离婚 不过薛志钦却在公开场合 说因为穷才离婚的 我们都知道薛志钦之前开了果果店 也有自己的淘宝店 最近几年还上了这么多的综艺 可是为什么他欠钱呢 有人怀疑薛志钦早年和妻子离婚的时候 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给了对方 而后来做生意又欠了不少钱 所以一直到现在 薛志钦都没有还清债务 要真的是这样 那还真是可怜薛志钦了 之前薛志钦又透露过 自己做音乐根本没赚钱 还是贴钱的 所以就一直上综艺 为的就是用综艺的片酬 支持自己的梦想 继续做音乐 所以薛志钦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积蓄 说实话 音乐圈内像薛志钦这样一直不忘出心的人 已经很少了 当然了陶姿妹也期待薛志钦能够早日还清房贷 薛志钦不停上 综艺节目可不管是因为一房 出轨 还是因为穷 有房子 还能赔偿一千万 如果这也叫穷 我等老司果然不配有婚姻和爱情啊 两个人的爱情都没有那么美好 根据某音乐节目工作人员说 薛志钦是我见过在短时间片酬 涨得最快的艺人之一 两个月前在电视平台 他的报价是20万到50万不等 两个月就涨到了30到60万 最近已经飙到了80万 想想他我行我秀之后的通告 废才5800 这一下子就涨了几百倍 其实俩人微博中早就透露出已经复合了 各种神童部 还有同样的情侣眼镜 而且今年6月份 薛志钦在上海的演唱会上 就曾当着几万人喊话前妻 现场有一个人 他没有联系我 但我觉得他应该来了 高磊心 十年之前 我曾答应你在演唱会上 为你唱一首歌 十年后 虽然我们分开了 但我仍然要兑现这个诺言 因为 这个诺言是我许给曾经的你的 今年7月份 高磊 先就一次在微博回应 薛志钦演唱会上的告白 心比长相好 懂比爱重要 距离7月份以后过去两个月 看来现在似乎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确定之后就立马公开 这个段子手能有多不正经就有多不申请 这一来一去的 多少人为他们着急 如今终于复合了 恭喜 昆明妙向纽约失装周 老公周杰伦 扮牛超幸福 昆明妙向纽约失装周的品牌 骚 她在微博贴图文留言 为了偷偷look 第一次尝试男嫁喻的黄丝袜 被赞整体打扮性感 得来又不失少女的俏皮 另外 昆明在instagram就贴上女老公周杰伦等四人 七百俯式玩的照片 有老公陪友纽约 果然好幸福 有网民有话大嫂 越来越国际化了 之前同魔界男星奥兰杜布林 和做电影极致追击 龙凤杰 稍后又会跟河里 活大之男星迪伟装训 Dwan Johnson 拍动作片 随时要超越老公了 舒奇珍把长发剪短 林心如质疑 假的把舒奇画剪短发 即引起好友林心如等注意并留言 舒奇入行里来就留有一头长发 昨晚他在社交平台贴上 在发型屋的自拍照 留言 我要剪短罗 张之乔就回应说 嗷嗷 好友林心如指问 多短 然后两个多小时后 舒奇贴上将前面剪到不及间的照片 留言 怎么剪虫不能向前发斑 咔哒咔哒的一下就清了 由于看不到 后面的真实长度 林心如于是再度出现 留言 假的吧 网色认同心如说 知其莫若如 更有味 二马人夫怎舍 不过 网民大致 督赞这一改变的舒奇 仍是好看 周小涵 下水露出粉红乳云 沙大姐慢半拍 胸贴掉了 艺人周小涵 连续三年代言内衣 最近人生第一本写真书将登场 他七日出席走秀 聊到这本写真 特别跑到日本拍摄 分为性感和纯情两种版本 想多做一些尝试 我也三十出头岁了 像我可能只拍这一次 又不想做一样的事 也想拍出女生也会买的写真集 这次拍摄写真集 周小涵大陆地乃好身材 为了拍摄 还参考超过三十本AV女优 写真集当放本 其中拍摄一张牛奶预兆时 他裸身泡在牛奶里 但胸贴早已消失 露出两点粉红云都没发现 不过经纪人笑说 反正摄影师是女生 下水胸贴就会掉 没关系了 问拍摄写真集 有没有特别保养 周小涵笑说 每次内衣都被问 但如果说没有 会不会被贬 他说 只要一阵子不吃淀粉 就会满明显的成效 也有临时抱佛脚 去一阵子健身房 所以下半身腿跟屁股比较瘦 聊起日本拍摄趣事 他说和老板逛街时 看到一间店卖了很多 Cosplay的衣服 当时他这个衣服蛮可爱的 就顺手买了高中女生的制服 隔天拍摄 一个是包囤的 很像尿布 在公园拍很多家长和小孩经过 感觉有点怪怪的 也觉得不太好 所以才把另一件长裤 剪短成排球裤 舒奇真把长发剪短 林心如质疑 假的把舒奇画剪短发 即引起好友林心如等注意并留言 舒奇入行以来就留有一头长发 昨晚他在社交平台贴上 在发型屋的自拍照 留言 我要剪短裸 曾志乔就回应说 嗷屋 好友林心如指问 多短 然后两个多小时后 舒奇贴上将前面剪到不及间的照片 留言 怎么剪虫不能像剪发般 咔哒咔哒的一下就清了 由于看不到 后面的真实长度 林心如于是再度出现 留言 假的吧 网斯认同心如说 知其莫若如 更有味 二马仁夫怎舍 不过 网民大致督赞 这一改变的舒奇仍是好看